对于六代水果能否放进冰箱的问题一直是众说分圆 本期节目将为您解开六代水果能否放进冰箱存储的难题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刘南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一 生活中司空见惯又充满疑惑的问题在这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们的天性 保存您的好奇心天天都会有精彩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一 来自陕西西安的张春兰观众给我们来了一封信 他在心里问啊 这热带水果能不能放在冰箱里储存呢 这热带水果 我这水果拿到这儿啊 都直接吃了 没有放冰箱里过 你观众既然把问题都提了 咱就别管人家怎么吃了 直接回答问题嘛 今天的调查员叫张海龙 我们请他到街头看看 观众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为了弄清楚热带水果能否放进冰箱存放 我们的记者张海龙将作为本期节目的调查员 收集大众的看法 可以吧 我觉得可以 冰箱本来就是保鲜的作用 可以搁冰箱 不能吧 这怕冻 放的时间长啊 我认为我因为冰箱里不不能放热的水果 因为放时间长了 这个细菌太多了 为总观众的意见可以分为 一 能放在冰箱里有保鲜功能 二 不带水果怕冻 所以不能放 三 冰箱里有细菌 不能长期存放 调查员 调查员带回来的这些观点当中啊 认为不应该放在冰箱里的 理由都很充分 嗯 可是 就认为应该放在冰箱里的观点是最多的 这该怎么验证啊 嗯 这样不断意 你选两种你喜欢的水果 咱们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 嗯 香蕉 嗯 然后还有木瓜 行 就用它们了 为了完成实验 调查员来到某单位的科研室进行实验 根据冰箱在家庭当中的使用情况 调查员经选择普通的双开门冰箱进行实验 调查员将冰箱里的温度恒定在7摄氏度 达到冷藏食物的温度 实验马上开始 调查员将已经准备好的香蕉 木瓜分成两份 一份在冰箱里存放 一份在家里存放 我们将对两份水果的变质速度进行比对 从而得出香蕉 木瓜 能不能放进冰箱里存放 实验已经开始 究竟冰箱里和室内存放的水果会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静静的等待 我觉得这热带水果吧 就不应该放在冰箱里 那发明冰箱干什么 那就是为了长时间储存食物的 那也得看是储存什么食物啊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你想这水果也分南方的水果和北方的水果 这北方的水果那当然好说 这南方的水果它怕冷啊 你看观众就有这种意见 听着还挺有道理啊 你看咱天天吃水果吃水果的 您了解水果吗 在我国水果种类繁多 按着生长地域可以划分为热带水果 样热带水果和温带水果 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生长环境不同 热带水果 样热带水果 性洗温 对生长温度和湿度等条件要求较高 温带水果则性洗冷 凉 干燥 对生长温度湿度等条件要求不高 不同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南北水果的差异 大多数热带水果的表皮细胞组织结构比较疏松 而且细胞组织结构间富含水分 这已造成了热带水果在低温下 容易遭受冻海 而温带水果的表皮细胞组织结构则相对致命 抵御低温能力强 另外像香蕉木瓜这样的热带水果都具有厚熟作用 所谓厚熟作用通常是指果实被采摘后才成熟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采些来是轻的 放置一段时间后才熟 而水果被摘起来的越早 它厚熟的时间则越长 相比温带水果 热带水果的后述现象是更加明显 这南方水果比北方水果怕冷 那是因为它们只能生长在温暖的环境下 即使被摘下来了 那对环境还是有要求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个水果的生长环境 应该和它的储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人都同意它这个观点 它们觉得这个热带水果不应该冷藏 但是这儿呢 我就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热带水果怕冷的习性 它不会一直延续到被摘下来之后 我还是坚持 它们就是怕冷 不服气 不同意我的观点是吧 看完实验咱们再分析 实验已经开始三天 冰箱内的香蕉表皮颜色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香蕉表皮的颜色和三天前相比要冷深一些 尤其是香蕉和冰箱接触的地方 看上去已经出现变坏的症状 另外香蕉的表面有些水分摸上去很湿也很凉 冰箱里的木瓜只是和冷藏箱接触的部位有些塌陷 塌陷部位摸上去有些软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室内存放的 室内的温度是22摄氏度 木瓜表面已经变得土包不平 看上去有些干粥 香蕉的颜色相比于冰箱里和三天前的要更黄一些 而且香蕉表面有黑板出现 和果盘接触的地方 颜色有些变黑 实验结果 冰箱里香蕉的颜色开始变黑 木瓜小部分塌陷 室内香蕉颜色变黄 出现黑斑 木瓜整体干皱 你看你看果然是有影响的 这香蕉的表面都烂了 你所谓的这个变烂啊 它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呢只是香蕉皮 它发生了冷害 冷害 对 冷害 冷害就是指植物在低温的环境下表皮受到的伤害 打个形象的比喻吧 就像是一到冬天有的人会有冻疮一样 可是这不是正好就说明了热带水果 怕冷的这个生长新鲜 一直延续到了它的储存过程 这什么跟你说不清楚呢 我们用模型说话 这个是一个受冷害的香蕉模型 你想它它来说明什么呢 这个是香蕉皮表面的细胞 这个是细胞壁 里面的是细胞膜 这些呢是液泡 那为什么受到冷害的香蕉会变黑呢 都知道香蕉是一个洗温的热带水果 它最适合的存放温度是在11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 如果香蕉遭遇到了冷害 那么香蕉皮组织里面的细胞膜就会受到伤害 你注意到了没有 这个时候细胞内的一些物质 比方说生物煤就会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接触 产生氧化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香蕉皮变黑的现象 那为什么煤放进冰箱的香蕉 它也会变黑呢 实际上这个香蕉放不放进冰箱里啊 它都会变黑 只不过变黑的原因不同 放在冰箱里的是因为受到冷害 不放进冰箱里依然变黑的 那是因为它衰老 它还会衰老呢 对啊 要知道这个香蕉从树上摘起来之后 它还是活的 还活着 对啊 在它生命继续延续的这段时间里 它会释放出一种气体 这种气体叫乙烯 乙烯这种气体 可以加速香蕉的后熟过程 所以说啊 你看到香蕉刚从树上摘起来 它是轻的 过一段时间 那就成黄的了 哦 它还活着 不对 怎么又不对 你想啊 我们在北京啊 那位张春兰女士 她是在陕西 是吧 可能还有别的观众 他们在东北 甚至是其他地方 可是这市面上卖的香蕉 它都是黄色的 难道是因为空运 空运 都用飞机运过来 那得多贵啊 来看资料吧 不同的热带水果 受到冷害的表现也不同 有的水果受到冷害 是表皮颜色变黑 有的是表皮凹陷 有的是表皮有黑色翻点等症状 因此热带水果的经营者 在运出香蕉等热带水果时 会选用恒温保鲜车 这样可以防止热带水果 在运输过程中受到冷害 影响经济效益 你看人家在运输过程中 都注意防寒 所以说啊 像香蕉这样的热带水果 就不能放在冰箱里 你还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怎么样更好的说明问题呢 继续实验吧 实验已经开始七天了 冰箱内的香蕉 已经变得很黑 肉眼已经判断不出它的果肉 是否已经发生变质 而家里的香蕉从颜色上看 也已经变黑 为了得到明确答案 调查员决定 亲自尝一尝 调查员在掰开冰箱内的香蕉时 很轻松 骨肉颜色比较白 也显得比较硬实 而在调查员掰开家里的香蕉时 比较费力 果肉的颜色相比冰箱内的 要更黄一些 也更软一些 调查员分别吃了冰箱内和室内存放的香蕉 而木瓜果肉在口感上的情况和香蕉类似 室内存放的 要比冰箱内存放的更甜一些 更软一些 实验结构 冰箱内香蕉果肉颜色比较白 果肉硬实 口感深色 室内香蕉果肉颜色发黄 果肉松软 口感比冰箱内的甜 冰箱内的木瓜表面稍有干皱 果肉水分比较大 并不甜 室内木瓜表面凹凸不平 果肉比冰箱内的甜 实验中的香蕉木瓜虽然没有异味 但是由于存放时间过长 营养已经出现流失 外观口感和质地已经严重破坏了 这样的水果虽然可以吃 但是食用价值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建议这样的水果最好不要过多食用 放在冰箱外储存的香蕉会更加的甜 更加的软 我知道了 这是因为放在外面的香蕉它都熟透了 对啊 香蕉比较适合它存放的温度是多少度呢 11摄氏度到15摄氏度 调查员把香蕉放进的那个房间的温度是22摄氏度 你想在这样的温度下再放上几天 香蕉可不就熟透了吗 哎那这放在冰箱里的香蕉怎么就没变化呢 冰箱里它是低温环境 在低温环境里香蕉它没有办法厚熟 同时呢 它的细胞膜被冻坏了 所以香蕉就变黑了 反应还挺快 可是我说的还不是这些 这样吧 咱们把保存的时间再延长一段 看看最后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实验又进行了两天 可是实验用的香蕉和木瓜 无论是口感还是外观上都没有明显变化 为了得出热带水果 是否放进冰箱存放的明确答案 调查员带着实验的香蕉和木瓜 带到西北农民科技大学 食品工程学院的实验室 在这里 我们将会对水果的果肉颜色 糖度硬度进行检测 首先我们用硬度测试仪 对木瓜的果肉硬度进行检测 结果冰箱内存放的木瓜 果肉硬度要高于室内的20% 然后我们通过 测色纹差距对木瓜的果肉颜色进行检测 结果冰箱内存放的木瓜果肉颜色 要低于室内存放的15% 最后通过糖度测试 以对木瓜果肉的糖度进行分析 结果冰箱内存放的木瓜果肉糖度 要低于室内存放的2% 通过同样的方法对香蕉进行检测 其结果基本相同 由此可以推断 室内存放水果的变质速度要比冰箱内的快 使用结果 经过检测冰箱里的香蕉和木瓜果肉硬度 颜色糖度的检测数值均低于室内存放的 放在冰箱里的香蕉虽然说香蕉皮黑了 但是里面的肉还保持着新鲜 刚才模型演示的 就是你看外面的香蕉皮变黑了 可是冰箱对于里面的果肉仍然具有保鲜的作用 那其他的热奶水果也会一样吗 吻得好 听专家的 这位来自陕西的张春兰女士 像香蕉木瓜这类热的水果都有后熟过程 如果买的成熟度不高 想要早点吃 就在环境温度较高的室内存放 如果想过一段时间再吃 就在冰箱中存放 但存放时间不要过长 另外从营养角度考虑 水果还是吃新鲜的行 您看明白了吗 如果您买了热带水果 想把它放一段时间再吃 干脆 买的时候就不要挑那些熟透了的 挑那些看起来还有点生 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下保存 这样就可以延长水果的后熟 当然了 整个的保存时间也不应该太长 来自陕西的张春兰观众 您对我们的答案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观众联络员替您转达 您提问 我回答 您的难挑门来解决 还是那句话 生活中的很多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为了延长蔬菜的保存时间 很多人喜欢将蔬菜放进冰箱前清洗一下 但是洗过的蔬菜真的会更干净 保存时间会更长吗 原来如此 近期的您播出 蔬菜放进冰箱前 是否能清洗